下午2点40分会抵达 不过提早到2点19分就抵达桃园机场了 画面上看到就是由日本航空JL809航班运送 那么因为是载客搬机 所以搬机一落地之后是停盖在二旗航站的空桥 疫苗卸货之后当场由海关核对进口边号边放行 那么疫苗由陶旗拖网划除出关 送往大远冷链仓储物流中心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他表示 这批疫苗估计必须经过一周检验封间的时间 大约是在7月15、7月16 疫苗就可以进行使用 有助于加速开放年龄层往下施打